终于我们可以安静的近距离的来欣赏一下这台大众的ID Code 干件车 那么这台车其实它也代表着大众汽车对于中国市场的关注和投入 同时它也给我们带来了大众对于技术和设计层面的创新理念 这次ID Code 给我们带来的主要方向是在于设计和科技层面上 从设计的点上看 这台车是一台标准的SUV车型 但是它6倍式车领以及和车轮车高的比例 我觉得叫它是CrossSUV更为合适 那么这台车你一眼看的时候你一定会被车头的灯雨所吸引 没错 这一次ID Code 也是在灯光方面上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车灯部分包括前面整个贯穿式的试条 logo下方也会有灯雨的展示 那么在不同的驾驶模式以及不同的季节 会呈现出不同的展示方式 那么这是一台配备了L4级自动驾驶技术的车型 那么很多人说没有看到出租车是激光雷达 在车头部分也没有看到更多雷达 没错 在未来大众L4的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些 所有的雷达功能都整合在了车头部分 那么这部分将完成所有L4自动驾驶所需要的数据读取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主要 因为在未来所有的雷达系统都要集成在一起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科技的发展方向 那么整个车的造型我们从侧面看上去 我觉得更为直观一些 溜背式的车顶上包括在发动机舱部分的设计 也是中间的两侧高 以及高出来非常大尺寸的轮毂 相比较当年甲骨虫最早的一种设计元素 那么从整个侧面的比例 我们可以继续来聊 我过去一直在倡导的作为一台运动车型 这种黄金比例 就是车轮与车顶的比例一定是2比1 这台车依然做到了 我觉得德系车在侧面比例上面 有着非常自己耿直的一种设计的概念 刚才我们提到了 这台车是有L4级自动驾驶的 所以我们在车头车侧以及一会看到车尾 都可以看到蓝色光源的显示 这也是未来大家会在道路上看到这种开启蓝色光源 都代表着它正在进行自动驾驶 以及高阶的驾驶服务系统的行驶 侧面包括说流媒体后视镜 以及车侧的蓝色光源之外 那么在车窗部分 大众ID这次也向大家展示了一个AI的 她叫小飞 她是大众ID靠提供一套AI的智能助理 在你上车之前 已经向你提供了今天出行的相关信息 跟她确认之后 你就可以打开车门 开始进行旅程了 打开车门的方式也进行全新设计 在B主有两个光源集合打开车门 来我们看看车尾 整个车顶是溜备式造型滑下来 在行驾部分也点亮蓝色光源 代表着未来它会有自动驾驶的这种模式提醒大家 那么在车尾部分同样闪烁的灯雨 以及贯穿式的尾灯 跟车头是遥相呼应的 整体溜备式造型 在车尾做出这种突出设计 整台车给你第一感官就是 非常的运动 年轻有活力 这也许就是未来大众汽车的设计理念 那么这样一套外形也预示着大众 未来在中国市场投放的车辆 很多的设计元素都源自于这台车 颜色方面 这也是大众提供的蓝色 象征着纯洁广阔天空 那么这也是大众一直非常喜欢用的蓝颜色基调 那么关于内饰 其实我们刚才也看到了非常多的workshop的介绍 这一次内饰的主题更多的是温暖以及沟通和互动 我们可以看到内饰采用是这种非常宽敞的空间设计 以及可以转动的座椅 这样做是为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与传统的私人空间理念有所不同 极限着大众汽车对于用户体验的关注和重视 而且在内部设置上大众还别出心裁的 内置了一台小型的车载扫机器人 依托于纯平的地板空间可以自动来打扫地面 这点是为了体现大众一直以来的务实风格 在这一次概念车的设计过程中 也充分考虑中国市场需求以及文化因素 而且通过与中国伙伴合作 以及与本土团队的深入交流 概念车融合了多元素的设计理念和文化元素 这一次概念车专门为中国本土打造 而且并没有简单的说将中国元素就陈列在车上 而更多的去分析了中国消费者喜欢元素 化繁为简 展现出科技感和一种中国人独有的 对于家庭用车的理解 我们今天从ID Code上可以看到大中汽车 对于创新科技以及设计层面上的前瞻性 同时它也和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携手 为中国市场打造出中国消费者非常喜欢的 具有前瞻性的车型 共同开启智能网联的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